滑着讲 遨游一片海洋 蓝天白云 还有占地的风光美景 光是下水 就让人千凉消暑 我们再次讲 就跟军人的枪一样 下水前 安全装备不可少 基本动作到救生安全 让您就算不会游泳 也可以开心地游玩 简单好上手 觉得 真的蛮有趣的 而且就是在 这座山下面的影子 还蛮舒服的 而且浪没有多很大 蛮简单的 虽然就是有些同伴摔倒 明媚的风光 在南海水 这里是马祖马鼻湾海滨公园 由于在港湾内 风平浪静 最适合水上活动 在我们马祖这个水域的话来讲 是非常安全的 非常安全的 尤其是现在来讲 在台湾的话 除了东北角Suff活动之外 那在我们马祖的话来讲 也跟进了我们 台湾的这个水上的这个油气活动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Suff活动 也引进到我们马祖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 台湾的这个游客们 来到我们马祖 也可以享受不一样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感受 除了SUP水上活动 距离马祖北干不远的大丘岛 是一座美丽的海上孤岛 过去曾经有军民和国军驻守 但1996年之后 军民都撤出 岛上只留下一群神秘客 他就饿了 年纪大小跟他的肚子有 有有有有 越大越大 还有 曾治大概14岁 来到岛上 说欣赏早期 闽东式的建筑 还可以跟梅花路互动 站在岛上 远眺高登岛 天气好 还可以看到大陆沿岸 大丘呢 如果说你慢慢的走 就你这样走一圈大概两个小时 那你如果边走边玩 半日又是超级棒 因为这个很有那种 出国的feu 就是你慢慢走很舒服 那个天空很蓝 风吹起来很舒服 再来空气又很好 马祖退去了战地的烟消味 来北干玩水上活动 再到树友马祖路尔岛之称的大丘岛 走在路上和梅花路不期而遇 马祖好好玩 让你不用真的出国 就可以放松心情 享受度假 记者黄少铭马祖采访报导